Hello大家好,我现在在广西北海 我身后呢就是北海市最大的海产品批发市场 但是现在不是进入休渔期了吗 几乎所有的中大型的渔船全部停到了港口里面 像我身后的这个位置呢停了有上千艘这样的渔船 场面非常的壮观 就现在我们的对面啊是这种中大型的渔船 几乎是一个贴着一个的密密麻麻的 然后这边还有一排也是一个贴着一个密密麻麻的 只有中间啊有一点点这个空隙吧 是给这个小船啊来回行驶的 现在啊能听到各种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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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船的声音啊 也是正在休渔期的时候对所有的渔船进行一个修缮嘛 以备在8月15号以后这边海海可以大展身手吧 这哪是一排鱼啊这简直就是前后左右都是密密麻麻挨着的 太多了太多了 地上就是各种各样捕鱼用的绳子啊这个我也不太懂 但是我感觉这绳子应该挺坚硬的 我看他们在修绳子都要用到刀啊用到这种电锯之类的 这绳子里面都是钢筋啊 这绳子里面都是钢筋啊 啊怪不得呢 啊 啊 这里 全部都是鱼子用的绳子 刚刚 跟一个修这个绳子的大叔在聊天嘛 嗯 他说这个绳子里面都是钢筋 因为要有这个强度嘛 对吧 那外面呢 钢筋害怕被海水长袭就腐蚀了 外面呢都是这个防水的一些材料 他们现在在搞外面这层皮 以备8月15号以后去大闲身手啊 这也是赚钱的好时候啊 我现在在的这个位置啊 就是这个停泊港口的最里边啊 两边停满的船 顺着我这个手指的方向往前看啊 其实能看到很软 两边全部是密密麻麻 停满的船 其实呢我们眼睛能看到的 只是这一小部分 我刚刚骑了一个单车 往里走了很软 里面因为路不是很好的 我就没有进去 这边也是 看这些大船下面的小船 估计都是方便这些船主啊 来到船上办事啊 或者是修缮用的 还有叮叮当当的声音 其实有很多这个渔民嘛 是在船上长期生活的 这里还停着一个消防车 并且只有一个禁止偷渡的禁止 所以像这种中大型的渔船嘛 能开很远 据说像这种渔船 都是一出海几个月才回来一次的 那像如果有的人呢 愿意给他们点钱偷渡的话 对吧 就防止这个事情发生的 我家里还挺近的啊 但是我是第一次看见这么多的旅船 而且是同时停靠在这里 挺好的 长戒指了 行 那我们下个视频见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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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